普丁曾经调了一句狠话 美军只要敢提供ATS 给乌克兰的话 他就要启用战术型核武来还提 那他给了 给了现在普丁跑到北京去了 就没有回应这个事情 怎么样 现在这个局势让人家担心是 刚刚讲到的 普丁在耍狠 习近平在耍狠 现在连拜登都在耍狠了 对 拜登现在昨年表示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 他的一个宣誓 这个宣誓看起来的主要的题目 第一个题目 看他讲的就是 他要跟国会提出 一千多亿 一千亿美金的一个紧急拨款 一千亿美金 那一千亿美金里面的大部分的钱 其实是要给乌克兰 大概有在六百亿 这表示他一个决心的问题 这是讲说预算的部分 当然一千亿美金的时候 也提到台湾 也表示说他在关心 这整个全球的一盘起 到底怎么下 因为目前来讲 以色列只提出一百亿美金的要求 所以他给了以色列一百亿 这大概是金额的部分 那第二点讲 他演讲中间有些重要的一些重点 他讲到现在的世界的历史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 统部主义的发生 走到了历史 已经走到了拐点 这个拐点 拐点是什么拐点 这些就是普丁 还有这些 哈姆斯这些人 不能让他们赢 因为这些赢的话 就等于摧毁了我们的民主 摧毁了这个自由世界的民主 而且你想说他不让普丁赢 所以他居然把一个俄罗斯之前警告 你不可以给乌克兰的长城飞弹 给了乌克兰 你说这个至关重要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都看不懂他到底要怎么打 因为目前他提到一点 他说乌克兰的战争 需要美国的领导 这个美国的领导 如果美国没有领导乌克兰战争的话 那这场战争将会让俄罗斯取得胜利 他讲的这个很重要 所以他不会离开 我继续打下去 那打下去的时候 我就到底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其实关键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提供的陆军的所谓的导 陆军的战术飞弹 就是ATACM 那这个战术飞弹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当时在提出要提供这个飞弹时候 普丁曾经调了一句狠话 美军只要敢提供ATACM给乌克兰的话 他就要启用战术型核武来还击 那他给了 给了现在普丁跑到北京去了 就没有回应这个事情 但是紧接着就看到了 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产生剧烈的变化 因为有这个远程武器的发展的结果 那乌克兰战力快速的提升 这个ATACM很重要吗 对因为ATACM本身 它的这个是远程飞弹 它用海马斯可以发射 远程飞弹据称可以 目前现在有180公里 还有更长程的 那听说这个给的型号是 1996年生产的老型号 不确定都不确定 但是结果我们看到了嘛 它把别尔江斯科跟卢干斯科的机场 都轰炸成功 而且非常快速有效的 把它的武装直升机炸毁了 许多不知道 但是意识在哪里呢 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那为什么你 它已经有暴风阴影了 其他的欧洲的导弹 也可以用啊 但这个不一样 因为这个导弹 它里面它是急速炸弹 所以它一轰炸下去的时候 会把全面性的攻击 因为它这一弹头有370颗弹头 所以它那是很快的 就把那直升机全部都炸坏掉了 包括机场也破坏掉了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急速炸弹 所以普丁才那么计较 如果你用了一个贵重的炸弹 就是暴风阴影这种 一颗150万美金 炸过去 炸一架直升机 这个划不来嘛 它现在用一颗 这种所谓ATACM的话 就把整个机场毁掉了 对 所以这两个 完全把那个战况破坏掉 因为乌克兰的战事 现在碰到两个困难 一个就地雷 一个就是直升机 对 因为乌克兰没有空优嘛 那两边其实都没有空优 那直升机出动的时候 就可以很有效地 打击你的坦克的部队 打你的地面部队 包括你现在更重要的 你的扫雷的这些装甲车 会被它破坏掉 扫雷的阻碍就会形成 你没有办法攻击 所以进步不然缓慢 又过不了雷区 又过不了雷区 当你现在开始 如果让它的这个武装直升机 回到所谓的射程外的话 的驻地的话 对 就会变成180公里 200公里以外 那它就充裕的时间 突破雷区 然后突破它的攻击的攻势 就不会受挫 争取宝贵的时间 做一个突破性的攻击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是兵 介于战术跟战略之间的 一个武器 对 非常有效 所以让你的武装直升机 不敢轻取妄动了 不 会后退 会后退 后退你飞怪来不及了 我已经突破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 所以表示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 一个迹象 代表了普丁也 代表了拜登耍狠 因为后面美军 还有更多更厉害的 地面攻击武器 但过去一直不愿意提供 不愿意提供的目的合战 我们不知道 或许美军或是美国的策略 就是要让你俄乌战争 打的一个持久战 对 消耗俄罗斯 把你用这个拖垮俄罗斯 是他的目的 但是看这个样子 因为你已经动到 以色列的情况之下 对 他这整个的战争的车轮速度 开始这个角度 开始加快了 所以我发现说 他立刻宣布说 我要拨一千亿 然后我的决心更强烈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 在中东战场的可能性 中东战场的可能性 今天不是已经有 一个夜门发射 对 被他的航空母舰 对不对 被他的飞弹给炸掉了 对 标二飞弹 美军的飞弹 直接攻击夜门 所以表示 这种作战的模式 已经产生了 那中东战场的形势 也就慢慢 一步一步地 往前面推进了 那开始的时候 你看就是哈马斯 被歼灭这个的命运 它已经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作战目标 对 所以说伊朗跟俄罗斯 这个轴心圈 形成了没有 已经形成了 所以他知道 普丁知道 他退这一步 他讲到历史的拐点 他没有办法退一步了 拜登不能退了 拜登没有办法退了 拜登是非要坚持 在这个战场 因为他如果退的话 他的政权 可能也会遭遇到挑战 甚至于说垮台 好 听伟 真的 这个加萨走廊的纷扰 整个中东战争 真的改变了局势吗 现在美国真的耍狠吗 刚才讲 你根本没有想到 我居然把陆军的战术飞带 这个过去绝对不能使用 不能交给乌克兰的 居然交给乌克兰 而且在比尔加斯克 加尔乌干斯克 两边同时发射 另外就是 刚才讲的 在菲律宾 菲律宾也耍狠了 菲律宾居然讲 我要把我的马德雷3号 重新整装 对 我们说这三个火药库 自由化是要联动的 当然大家认为说 火药库可能在台海 但是我认为更加重要 可能是在南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 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 事实上已经开始在 消耗俄罗斯的情况下 以巴冲突 美军是要试图 把它控制在一个反恐的战争 而在台湾 在台海 以及在南海这边的话 真的就是在处理 有关中国霸权的问题 因为中国它在南海 是不断的在扩增 因为它想要成为 东南亚霸权 想要扩增的情况下 现在挑上了菲律宾 为什么菲律宾呢 因为它不能让菲律宾 能够监视它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中国在南沙群岛 它填海造陆完成之后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有一个前进基地 有一个在南海当中 不是只有限缩在海南岛 它的南海舰队 南部军区 绝对也不可能 只有限缩在广东 跟海南岛而已 它一定要往前要进 往前要进的话 好不容易现在把前面的 南沙群岛几个岛礁 都填海造陆完之后 现在你美国还有菲律宾 在旁边就近的街市我 这还得了 所以为什么呢 这几天来讲的话 闹得很凶的仁爱礁 闹得很凶的司令礁 其实都在美济礁的对面 那仁爱礁来讲的话 上面有这个马德雷3号 有坐摊 那你看到一件事情 菲律宾今天放话出来了 今天说要准备装修 这个报废的军电 马德雷3号 那整个全面的装修 那全面装修要怎么装修呢 你看到过去这几年来 它是1999年的时候 被菲律宾拖到这上面来 坐摊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 这20多年来讲的话 他们怎么去维护 它的这个存在呢 就是用木桩 然后架在这个所谓的 礁石上面 就珊瑚礁上面 然后让这个船呢 不会因为海水的起始之后 然后把它破碎掉 破碎掉 那中国它其实抓到这一点 它说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过没多久 其实它就是会 会碎掉了 它不见了 它会变成一团废铁 对 变成一团废铁 然后随着海流就飘飘到也去了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菲律宾除了这个突破 它的中国封锁线之外 去补给这个地方 现在准备 也在美国的协助之下呢 未来有可能会 整个全面翻修这艘军舰 那即便这艘你知道 这艘虽然叫做报废军舰 但是问题是它没有厨艺啊 它其实还在菲律宾的国防部门当中 海军名册当中 还是现役的军舰 那现役的军舰上面还有什么 11名的菲律宾的官兵在上面 而且上一次 中国不是封锁它吗 因为每个月都在封锁 上一次4月5月在封锁那一件事件之后 结果没想到过没几天之后 这个阿兵哥可以在甲板上面烤肉啊 烤肉画面就传回中国 中国小粉龙 烤肉 对 小粉龙说怎么突破 不是连饭都没得心 你还烤肉 怎么突破封锁线的 不是中国海警围着好好的吗 然后大家可能快要撞船来 撞上去的时候 为什么菲律宾可以突破封锁线呢 然后就可以连阿兵哥都可以烤肉 因为那是故意的 故意放那张照片弃中国的 说你看你就算围着我没有用 我还是可以突破封锁线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它要整个装修 那请问 那个装修的运母船 中国不会去挡它吗 那中国挡它的时候怎么办呢 是谁能够突破那个封锁线呢 我想美国就会在这里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当它如果整修完之后 我们讲说 这艘军舰绝对不能就只吃一艘军舰而已 它可能会涉及到什么东西 涉及到上面可能装载的一些什么 雷达侦测雷达 会装雷达 对面的这个胶就是中国的美济胶 美济胶其实就是它一个戏壶 它其实是很容易让中国的潜舰 在这里出没的 而且在这里进行运补的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当然一定要把仁爱胶的东西端掉 端掉之后 其实中国才能够在南海这个地方能够独霸 所以美济胶这么重要 我以为说美济胶只是填海造路 可是这边有一个戏壶 这个戏壶刚刚讲的 我在这个地方 我的潜舰就可以变成我的前缘基地 但我的仁爱胶在旁边 私利胶在旁边 如果我的仁爱胶还是被菲律宾控制的 我们美济胶的一举一斗 就在美国的眼皮下 我们永蜀胶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军事前缘基地 但是在控制着这个跟越南这边的问题 那美济胶就在控制这个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 所以美济胶的对面就是这个巴拉旺神 巴拉旺神现在由美国的军事基地准备 这个之前本来就有一个空军基地了 现在准备海军的还有陆军的准备 两栖作战舰 两栖作战部队都可能上去 那这个美济胶跟巴拉旺的中间就是仁爱胶 所以为什么中共一直很在意这个仁爱胶 一直希望这个船把它脱掉 而且它通过中国海派经法 就是目的要把这一艘暴废的军舰把它拖走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美国跟菲律宾怎么协助菲律宾 把这一个舰重新装修之后 重新发挥它的这个监测的功能 好 国陈 该讲现在中美之间该讲 现在的军事冲突的威胁越来越大 但是你说真正可怕的是整个经济上的一个对决 现在今天中国的股市 上海股市居然掉到3000点 一度掉到了3000点 后来马上回到了305点 但是更可怕的是 它的外资真的是大逃亡 甚至大谋还警告 不要逢低买进中国股票 你知道这败是什么日子吗 是习近平打破中国领导的第三任的满洲年庆 就是这个礼拜 这礼拜在中国股市上演一场 比中东还要激烈的攻防战 攻防战 你知道为了捍卫3000点 上证指数3000点 中国动员的超过10家的大型国企 要求他们组成国家护盘队 包括电力公司中国国电 包括钢铁公司中国宝钢 甚至连核电公司中国核工都进场护盘 还要求中国A股的上市公司 超过77家响应 每个要嘛拿5亿拿10亿要拿1亿 竟然护盘就是要希望在满洲年庆的时候 捍卫住3000点 而且他一度掉到2983点 后来拼拼拉拼拼拉拼拼拉 才拉到了305点 对不起 这已经突破了所谓的习近平满洲年最丢脸的时候 因为上一次跌破3000点就是20大的时候 在上一次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 所以这一次防线跌破 就等于让习近平第三任满洲年丢了一个很大脸 谁把这个防线攻破了 其实就是来自香港的外资 本来他开一个管道叫做深户通 户港通 从香港北向资金把中国股市拿起来 没想到这变成逃亡通道 这个礼拜卖了超过1000多亿的台币 所以中国国企大量动员进来护盘 还是没有用 股市就一直崩下来 眼看他跌破三天点的防线 那刚才讲现在外资真的大逃亡吗 还有现在包括你的技术 包括你的设备 现在你的资金全部真的要逃离中国 所以彭博就说 外资撤退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 为什么中国要动员这么大力量 要求所有的国企都进来护盘 是因为整个从8月到10月到现在 已经流出了200多亿美金 那是6000多亿台币 是前所未有的大逃亡 所以不管胡锡进或是些 怎么护盘国家队再怎么动员 公布了多少的利多 还是照样在20大满周年的时候 跌破3000点 而且你说那整个中美大战打到现在 真的两边已经残没高水没劳了吗 所以这次跌破3000点 有两个大因素 当然第一个是盖牌 七大数据都不公布 让所有的外资认为 中国已经变成是个黑洞 我完全无法判断 所以大量要卖出 当然这是以流之一 第二个就是中美科技战 所以这一次的重灾区 不是什么宝钢不是中店 也不是合工 其实就是中国的科技股 他们就统计出来 大谋就说腾讯阿里巴巴 就是被卖最多的 美国欧盟的基金卖了16亿 都在卖什么 中国的科技股 所以你在什么护盘没有 你护宝钢有用吗 你合工 中国神华没让公司 都进来护盘 护不住 因为卖出来都是科技公司 整个外资对中国科技公司 前景非常的担忧 因为我刚才讲的美国现在封锁 封锁就是中国的AI 如果我封锁你中国AI的话 那你中国AI的未来 你中国的科技公司 不就全挂了吗 为什么中国科技公司这么危险 就从美国2020年就开始打了 第一个电信设备不准你用 接下来的伺服器不准你用 这次又点名什么 点名台湾的半导体设备商 连做污水处理工程都被点名 美国是兼臂轻野 完全要把中国科技业 完全逼到死路 所以没有人敢去搬中国 所以严重到什么事 连一条线都要搬回台湾 什么叫一条线 连电线都不放过 我们来看 这是中美科技大战 以为只有AI晶片 不能卖给腾讯 阿里巴巴这些华为这些业者 其实连后面的连接线 以前我们都说连接线 其实非常便宜 一条线 在消费性电子 一条线都不到一美金 结果现在是怎么样 这是鸿海集团的 鸿藤的董事长卢松青 我们的美国客户告诉我 很清楚 只要用在美国东西 绝对不能在中国生产 一定要移到海外 所以这是红 连电线都不行 对 连连接线 连接器 这些线都不行 完全都要移到海外生产 你看这是鸿海的第一个工厂 鸿藤虎药 这个叫虎药厂区 就是鸿海当初 然后虎药节的地方 现在本来是企业总部 全部改成AI的伺服器 跟交换器的各种连接线 在做线 连接原件 为什么这些线 因为美国的科技战 它担心什么样 里面的资料会被偷走 不只是AI AI晶片是一种运算 是像大脑一样 这些连接线就像神经网络一样 所以这些连接线 也可能会怎样 遭受网络攻击 所以资料可能外泄 所以美国这次科技战是怎样 我连这些连接线 完全都禁止你在中国生产 所以整个中国股市就被打趴了 好 玉峰 当然讲到这 现在这个事件 出现的唯一不安的气氛 另外在今天伊朗 伊朗居然在清真寺里面 生了一面旗 生了一面黑旗 为什么叫生黑旗 好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世界 恐怕越来越没有人性了 联合国的一个救难署 就讲说世界正在失去人性 因为现在尾巴的战争 跟加塞那个地方 连人道救援的东西都进不去 说这个东西 如果世界失去人性的话 恐怕欧美也会遇到恐怖攻击 你说联合国救济工作署的负责人 居然讲世界正在失去人性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更可怕的这件事情是 伊朗的一个宗教圣地 它的清真寺 最近公布一个画面 他们特地拍了一个影片 拿着黑旗 然后拿过去之后呢 把这个黑旗给升了上去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吓傻了 过去来讲的话 这个清真寺 这个宗教圣地 都是绿旗 黑旗是什么意思 代表他们的圣战 在过去可兰经里面的话 伊斯兰圣序里面 有一个提到救世主的一个圣战 还有世界末日的一个审判 都会打出黑旗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恐怕伊朗 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反击了 如果在以色列 跟加萨这边的哈马斯 冲突之后 伊朗也加进去的话 那到最后恐怕会变成一个大混战 这是末日审判的圣战 对 在末日审判的圣战 这是有个宗教的意涵 而这个都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用宗教的名义 来打这场战的话 那就是一个圣战 代表什么意思 伊朗恐怕蠢蠢欲动 而且已经把号角给闯起了 可是伊朗只是吓人的吧 对 其实除了伊朗之外 更可怕的是真主党 真主党他的一个战斗部队 其中我讲个5000人的赶死队 已经蓄势待发 然后呢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一个学者 黎巴嫩大学正式学的一个教授 纳布尔西 他竟然接受访问 讲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直白 他就说要打死 要打败以色列而且呢要赶走美国 甚至呢他恐吓周边的约旦 还有埃及这些海湾国家 你们要一起站出来 一起消灭以色列 一起把美国的服从 白人之神的众神 这个神应该是在这个地区被击败 代表说 我们现在要全部去攻击以色列 虽然他嘴巴讲的是说服说 你现在埃及不能中立 你现在的约旦不能中立 可你的解读是 他是威胁 对他是威胁说海湾的国家 你全部不要动起来 而且呢 之前呢 珍珠导还拍了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 相当的清楚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有无人机 然后呢 这无人机去哪里探视呢 这是什么 这是以色列外海油田 然后旁边 这个一根恩是经纬度 他把你标出来 就说呢 我们的无人机 可以跑到你 这个以色列油气平台上面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的福特号 我们也有办法去精准打击 甚至呢 他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说 如果你对付黎巴嫩这些组织的话 你将打开地狱之门 最后的最后 记者还特别问他说 你讲这次话是什么意思 他就说呢 我对美国人说 记住在黎巴嫩 对你所做的事情 以及你如何匆忙撤离 那黎巴嫩发生什么事了 对 在过去来讲的话 黎巴嫩那个时候呢 有个第五次的一个中冬战争 中冬战争那时候打了 谁赢了 以色列赢了 以色列赢的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要离开 离开之后呢 美国跟这个法国 他们就组成一个联合部队 就进入到黎巴嫩的贝鲁特 结果没有想到 他原本是要监视 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离开了 既然有一次清晨的时候 在清晨 有两辆这个宾室车 载了2500吨的这个炸药 就让他冲了进去 然后呢 他不是走正门 他是从正门旁边的钢绍 直接把碾压过去 碾压过去之后 因为那个地方 其实常年的战乱 已经是平地了 他就是只有一个 比较高的四层楼的一个住宅 这个军营 军营的话 一二三楼都是他们 阿兵哥睡觉的地方 他直接这样冲过 就这种大楼 他直接冲过去 然后进去 然后把这个自杀炸弹的车子 就引爆了 就炸了 炸成这些美国的阿兵哥 240多人死亡 然后还有法国的这个 两栖部战 也死了50多个人 这个时候 就是当初很 很著名的 在贝鲁特的 汽车炸弹客 这就是贝鲁特汽车炸弹 对 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学者讲的就是说 你们 当初是如何匆忙的撤离 话已经讲得这么明了 如果你现在继续这样的话 恐怕会发动恐怖攻击 他们现在还敢吗 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在过去来讲的话 其实美国曾经在中东这边吃了大亏啊 还有一个这个CIA的珍珠港事件 也是一个双面间谍 最后呢 他这个人 其实他是一个医生 可是他是一个医生 在中东的地方 他也是过不了好生活 最后被约旦吸收变成间谍 然后呢 他又进入到这个 这个人是谁 是宾拉登的助手 这是他们的一个 二号的一个头子 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呢 美国CIA一直想找他 认为说找到他就可以联系到他的这个宾拉登的消息 结果他竟然进到了CIA里面 进到了他们在那边的一个军营 军营之后呢 他竟然带了一个自杀炸弹 他的手上其实在进去之前拍了一个影片 手上这是什么 就是一个隐姓 类似这个手榴弹的一个插销 进去之后呢 因为当初大家太想要得到这个二号人物的一个资料 你是一个自杀炸弹 自杀炸弹 全是个医生 对是个医生 然后呢 大家太想得到他的资料 他也放出了一个消息 告诉大家说呢 我可以提供这个 竟然连续进了三道大门 在中东的这个 这个他们的这个 为什么叫Choperton 因为Choperton是第一个美国的士兵死亡的名字 所以呢 他们CIA在那边的分支 就叫Choperton 进去之后呢 等到第一关 第二关 第三关 为了表现成疑 为了领遇他 竟然没有收声 进到了会议室前面 才有这个CIA的agent 要跟他收声 这时候他就拉开了插销 就炸死了七个CIA的高阶主管 而且那个高阶 非常高阶吗 对 就是Choperton的安全主管 就是第一高的安全主管 所以后面来 从头来检视 其实中东那边的很多人 是为了 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目标 或者是他们讲的圣战 他是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们知道这两天 中国的媒体一片哀嚎 为什么一片哀嚎 在这俄战争里面 当美国开了绿灯 现在他的飞弹可以直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之后 那俄罗斯不是有SAM-300 不是有SAM-400 你不是有一些空中武器 可以做拦截 可以做阻碍吗 就没有想到 这些武器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个SAM-300 SAM-400 号称地表上最强的防空武器 就跟一个破铜烂铁一样 那你想说这样已经够惨吧 没有 他还不是惨 他有更惨事 之前讲的 苏武器被击毁 就算了 他现在苏34 居然也故障 不算故障 他现在号称他无位级的驱逐舰 现在干嘛 在海上 自己烧了起来 更夸张的是 他现在一个一个的防空飞弹 继续的被击毁当中 最近俄罗斯的军方连缓的事故 尤其武器好像不怎么灵光 我跟他讲 未来俄罗斯的所谓军工产业外销 搞不好要兜打 要关门了 为什么 没人敢用了 大家看到你的表现实在太糟 这几天中国媒体一直 中国媒体报道之后 下面网友大家骂翻了 在印度现在也很担心 我们以前买了那么多 很多国家都觉得说 那我买了会不会变成破铜烂铁 你看苏武器被击毁 然后苏34 苏34在飞了飞的过程 自己就坠落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现在他还在查 苏34莫名其妙的故障坠落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一个萨姆300 被打掉的时候 连发6颗上去没有用 你就自己还是被 后来人家ATACMS就把他击毁 一炮就把他击毁了 另外不知道什么 这几天又最新的 吴魏级的驱逐舰 猎夫青柯号 在这个巴伦之海峡的时候 突然之间自己自然 自己燃烧起来了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目前为止 这个吴魏 对 自己就烧起来 在巴伦之海峡自己烧起来 对 烧起来 那烧起来的话 到底什么原因 俄罗斯目前为止 也不知道 所以目前你看俄罗斯 就是陆海空军 全部都出问题 所以现在你看 这个中国媒体这样报道 苏密院10号 就是说 这个欧欧冲突爆发以来 俄国的这个空间军 屡屡刷新丢人的这个记录 所谓没有最丢人 只有更丢人 这个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乌克兰宣布 摧毁一艘苏57 而且直接讲 俄罗斯的军队 也就是此老虎 对 然后讲说俄罗斯没钱了 容易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你就说 看看俄罗斯的汽车 看它的家用产品 谁敢买 粗糙 笨咒 不注重细节 连个面包 都是又粗又笨 对 没错 你看还有人说什么 俄罗斯飞机经过 这次俄乌战争 神话被打破 武器市场的份额 也丢了这个 大半的这个状况 所以本来就是 目前为止 他们大家都是 把这个看起来 沙尔侵略的飞机 就是一堆废铁 谁买谁上当 那不是中国买了很多了 中国买了很多啊 所以你知道 中国现在就开始在担心 那这个到底对中国 对这个俄罗斯有什么影响 它的武器真的卖不掉了 从2014年到2018年 它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的 武器输出国 仅次于美国 可是呢 开始在打 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呢 它卖不掉 所以它的份额 大幅的下滑 你看 从2019到2013 它已经退到第三名 仅次于法国 可是 这因为还包括 2019到2020年 如果你要算这几点的时候 它其实出货量 是截幅的 大幅的下滑 大概已经排不到 全世界前五名了 而且刚才讲 你说苏57 停在这个所谓的跑道上面 被砸掉 你还没有说 我这些出师未解 身先死 对 今天大家讨论是 你的苏34 苏34是它的主力战机 你今天要掌握整个空修 靠的就这个苏34 可是现在 竟然突然的就坠毁 而且坠毁的原因 完全不知道 对没错 实际上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 它是说 这个有一艘苏34的飞机 飞到这个北奥赛提的 这个阿兰共和国这个地方 约莫斯在高加索这一带 就飞行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明原因 突然之间 你看就这样 就直接坠下来 坠下来之后 然后就机上有两个飞行员 就不幸的这个过世的这个状况 所以目前为止 他们也在查 他们就说 这个很奇怪 因为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 他说 如果真的是可以逃生的话 两名飞行员 应该可以弹射出来 可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弹射出来 就这样过世了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事实上你看 从2022年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苏34有遭到非常多次 一个是2022年被监射飞弹击中 然后今年2023年之后 也是坠毁到大厦里面 然后2024年的时候 后来又被击毁了三辆 然后这个这一次呢 是自己坠下来 所以你看短短的时间之内 它的苏34 要么自己坠毁 要么被打下来 就是一大堆 无人机可以打 飞弹可以打 连射武器都可以打 他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37好像变成是紫老虎 你飞到哪里去 人家要打你 都随便可以打动你的感觉 宇雪 你如果看这一张图的话 非常妙的事 现在做的战争也在哪里 也在俄乌边境 而且他说现在有一支部队 直接已经冲到俄罗斯的境内 而且就像刚刚提会说的 已经把一些俄罗斯的军人 给抓过来了 而且更不用讲 你现在F16已经进来了 F16进来之后 现在很多俄罗斯的弹药库啦 所谓的军火库啦 油弹库啦 全部被炸了 对 所以为什么俄罗斯 需要在我们讲的 乙役战争里面的转移 他的焦点 因为他国内真的是炸了一套 很惨吗 非常惨 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光是有无人机 就快把俄罗斯给整惨了 各位你首先看到 第一个他们的机场 以及他们的油库 甚至他们的主要设施 通通被炸 那乌克兰靠的是什么 仰爱当然是无人机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是我们讲俄罗斯他的油库 你看看这是在半夜的时候 遭到乌克兰用夜袭的方式 对 无人机不用多少成本 就直接冲入到你的油库之间 把你的后勤补起断的 彻彻底底 你说这是俄罗斯境内的 对 而且这是练油场 代表说这是战争所需要 非常重要的必须品 直接被轰炸 而且更惨是什么 他们连机场呢 都被炸成是一片焦土 面面全非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讲俄罗斯他境内这种机场 在罗斯托付这个地方的画面 各位啊 这完全看不出来 根本就是机场了嘛 等一下 他的苏三四很多的飞机 也被炸掉了 对 其中有一台的最显而易见 就是苏凯善是直接当中 就被炸的一个大洞 换是连起飞都还没有起飞 就直接怎样 变成一片焦土了 而且不只是如此 就连他们自放这种制导飞弹 各位制导飞弹是我们讲 打击地军 最重要一个目标的这种工具嘛 其实我没有想到 仓库呢制导飞弹 不好意思 变成连环豹 等于说我花一台小小无人机 两台小小无人机 只要撞到其中的一个导弹 它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所以它整个俄罗斯的 我们讲无二之间交接的边际 通通现在都已经变成是一片火海嘛 而且更惨的是什么 保留哥 无人机就算了 现在什么要来了 F-16 F-16还要来了 所以哲文兴讲说 我跟你讲啦 我们的任务呢 早就已经睡醒了 而且等会我们看 他现在F-16不是说 我们讲的以前比较老式的F-16 没有哦 你从他的头盔 你从他的整个仪表板 他是最先进的数位的这个内容 而且他这个数位内容 我刚刚讲到他现在居然上面也有Link-16 如果你有Link-16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乌克兰这所有飞机 他可以跟美国 他可以跟北约做所有的资料共享 Link-16最可怕的是什么 当一台F-35 他远远的根本不在乌俄战争的境内 但是他可不可以 跟里头搭载的Link-16的F-16互同游 可以 可以 等于说我变成我的天眼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他还搭载了欧洲这个PIDS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打我根本打不到 因为我可以反导弹 我可以反飞弹 只要你发射过来 我就可以提前侦测 那这个头盔跟所谓的F-16V 基本上他是几乎相当规模的 这种我们讲等级的规格 所以换言之 这是最精锐的F-16 已经是四代 甚至是转五代的这种战机 你知道二楼是知道说 F-16要来了 他们赶快弄什么吗 升级配备 他们的苏珊直接说 哎呀我们赶快搭载这个R-37K 6马赫的飞弹 各位啊 这个不是拿来打地面部队的 这就是标准的空对空啊 所以很显得意见你搭载这个R-37的时候 你就是为了要应对所有的F-16而来的嘛 所以你看哦 克林姆林发言还说什么 哎我跟你讲啊 战机数量很少啦 我们只要打一下呢 他们就少一下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们就不会紧张到 连他们自己的配备 都要升级嘛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是一台F-16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他可以跟预警机配合 他可以跟无人机配合 他可以跟后方的辽机配合 甚至是地面作战系统 只要你逮到任何地上 有雷达有基地 甚至是有呢 我们讲的地面的部队 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 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你看到了 乌克兰说的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让我有点毛骨悚然 他的说法是 现在的F-16 正飞向整个俄罗斯 对 你知道什么叫整个俄罗斯吗 代表说我跟你讲 我的战场已经不只限于乌克兰境内 虽然美国一直在讲到说 F-16呢 不会去轰炸到我们讲的俄罗斯的境内 但各位 现在整个战争的界线都已经很模糊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当他现在有这些超强的配备之后呢 最可怕的是 现在在库斯克 各位 请问一下 谁到那边了 乌军已经到达那边了嘛 乌军已经到达库斯克那边了嘛 去抓人了 对啊 而且甚至我们讲 你不要讲这个F-16 他们就连我们讲的苏-24 都可以发射什么 暴风之影飞弹 保留你知道暴风之影最厉害在哪里吗 在于说它不是一种 我们讲的必须要锁定发射的飞弹 它是一种制导飞弹 换言之它是 fire and forget 射后不离 你知道什么叫射后不离吗 第一个射程300公里 再第二个 它只要发射之后 它会自动巡航 自动导弹到它所要的目标 甚至是你地面有SARM-300 SARM-400 甚至有其他部队 它会侦测到迂回前进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 搭配我们讲的JDA 我们刚才聊到的AGM-88 这些所有的配备 它会对俄罗斯地面 以及空军 造成极大的压力跟打击 是哦 现在乌克兰的部队 已经跨越了俄乌边界 机场把它这个运输跑道 全部都给炸掉 炸掉了还不止如此 现在连克里米亚 连荷尔州都有军事行动 那你讲说 以前不是讲说 你现在西方的武器 你现在北约的武器 美国的武器 你不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吗 但没有想到 现在五角大厦已经讲到 现在海马斯火箭弹 还有你现在ATSM的 陆军战术飞弹 俄罗斯乌克兰 如果是觉得你要保护自己 你是可以使用的 那你讲说只有美国吗 没有 现在欧洲 现在北约也都开绿灯了 也就是你说 这次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乌克兰直接冲进去 俄罗斯的本土 它的背后 是由北约跟美国的强力支持 没错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他 这个普丁爱最近主持 这个国防会议的时候 你看他的表情 显得相当的无奈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说 从过去一段时间 我去蹂躏人家领土这件事情 现在变成是我的领土被蹂躏了 那你要为什么这样说 他很无奈 为什么这样讲呢 保健大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 除了这个库斯克被攻击之外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乌克兰也发动了在赫尔松这个地方 在俄罗斯占领的这个赫尔松部分 他也发起了地面攻击 另外他也对克里米亚蠢蠢欲动 那不是只有这三路 他还有针对两路的这个空中袭击 所以目前为止 普丁显得相当的无奈 好 当然这样 这个赫尔松西当然就说了 俄罗斯把战争带到我们的领土之内 我们现在要让他尝尝 他自己干了什么嘛 那到底为什么这段时间里面来说话 乌克兰的战队呢 会这样子节节告节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各国都对他开绿灯 而且不是只有美国 美国讲的 你看五角大厦的新秘书秘书就说 我们一开始就支持乌克兰防御嘛 他可以越过边界还击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已经在继续为乌克兰提供 他们的所需要的能力和这个系统资源 乌克兰正在做他需要做的事情 以便在战场上取得成功 简单来说 就是他你要打什么 你就让你去打吧 所以今天乌克兰就攻进库斯克 是美国同意 美国支持的 而且他要继续为乌克兰提供 只要你的能力 你的系统 你能够支持的 你能够为你的胜利 取得成功需要的东西 美国都给你 对 做到什么 普丁从这个乌克兰撤军 这样就可以结束 好 另外一个 欧盟也这样说 欧盟就说 乌克兰拥有自卫权 可以攻击俄罗斯 连欧盟都对这样 所以欧盟就这样说 好 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叫德国 你看德国就说什么 我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捍卫根据国际人道法使用他们 然后例如在库斯克 也就是说 你在库斯克也可以用 那为什么德国要说这句话呢 因为目前会指的说 攻进去库斯克 有一个叫乌克兰 第八十空降突击旅 他们用的就是 德国马德旅带式的装甲车 就是德国的装甲车 所以德国的装甲车 从纳粹之后 再冲进了 从1941年再次进到 这个俄罗斯的领土里面 不是 你只能讲说 1941年之后纳粹攻进俄罗斯 俄罗斯再也没有其他外国势力 可以攻进来 今天不但是乌克兰攻进去 乌克兰用的是德国的装甲车 对 所以德国要出来讲 就是这件事 可以在库斯克 所以告诉你什么 我们德国装甲车 真的到库斯克去了 我相信这是德国人来说 应该感情 感觉应该蛮奇妙的 好 那我们讲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俄罗斯时报说什么 他说情况继续恶化 这是俄罗斯时报说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库斯克这个地方 他们已经占 乌克兰已经占领了27个据点 27个据点里面来说 已经占领了 43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来说 非常多的这个画面 这个乌军呢 你可以看到 都是这个乌军在 这个库斯克里面 作战攻击的这个画面 你看这是民众 听到这个爆炸 你看爆炸 这里面就是乌克 俄罗斯军队的 相关的军事建筑物 被炸成 碎片 另外一个 库斯克的民众 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 都会听到飞弹声 就是上空有飞弹飞过 然后这个飞弹 就在他眼前降落下来 打到了这个状况 那甚至他们有很多 这个无人机的 这个很多这个 哨战 然后被无人机 摧毁了这个画面 这就是无人机 去摧毁这个哨战的 这个画面 那甚至你看乌克兰 他们就在公布 非常多这个照片 我们有发什么迫及炮 来攻击你们的 这样一个情形 那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 有非常多的 这个部队 俄罗斯当然要开始 这个集结人士嘛 这是乌克兰 这是俄罗斯的这个部队 目前为止准备要 这个往这个前线去攻击 但你注意到 他们这里面 都没有什么武器啊 都是你看 都是一般的车子 然后没有武器啊 然后就好不容易 才有一个 只为大炮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说 他们可能都是用冰过去的 那直接跟你这样 肉身去抵挡啊 让你至少 攻慢一点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是 没有什么方法的这个情形 都是一般的车子 对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只能够用这样去反击的一个情形 好那我讲 除了在陆地上的这个三面作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在 立佩斯克这个地方 立佩斯克在什么地方呢 这次乌克兰进到库斯克这个地方 立佩斯克约莫在他后面 距离大概280公里左右 那他去攻击这个立佩斯克 是要攻击他的军用基地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 他们的这个军用基地 有非常多 停了非常多的 包括说苏35啦 苏25啦 各式各样的战斗机在这边 然后听说他们附近的民众 都已经感觉到 我在机场旁边的这个住户 这个炸弹这样炸过去 那整个窗户在那边震动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还有非常多无人机 他们白天都拍到 有非常多大量的无人机过来的情形 所以就说呢 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在摧毁你 后防了一些相关的这个防空基地 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个基地 以便什么 我把你后面都摧毁之后 我可以继续往前挺进 挺进的话 攻击你整个地面上面的一个状况 好 苏25 我刚才讲的 乌克兰的部队派了1000人 冲进了俄乌边界 直接攻进了库斯克 没有人防守吗 他防守的人不是最强的 号称天下第一佣兵部队 车臣部队吗 对 车臣部队在库斯克这地方 如果有战事的时候 他们就会消失 如果没有战事的话 就会怎样 疯狂打卡 号称网红部队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可以在库斯克这边的话 大家就想说 你当初不是荷首在这里吗 那怎么冲进去之后 你人不去 对 而且只有看到举白旗投降 对啊 所以他也拍了一个影片 不愧是网红部队 好 他这种部队的指挥官阿普迪 就告诉大家说 因为这个乌克兰非常的奸诈 我们是有一些据点 可是他绕过我们的据点杀进去 有人这样打仗了吗 你的据点竟然会被人家绕过去 你以为你是一个交通锥吗 但是这一画面出来之后呢 大家回头看说 不是到底 不是兵不厌诈吗 人家绕过你的据点刚好而已啊 你怎么可以说乌克兰绕过我的据点 太奸诈了 对 太奸诈了 但是呢 哈巴拉这个影片之后呢 就来强力地指责乌克兰 你们真的是太奸诈 问题是战争就是这样子啊 你怎么来打成这个样子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啦 以他们过去的一个塑形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正面打起来的话 应该 应该他们会转身就逃走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一下 库斯克来讲的话 这些俄罗斯的军卡上面来说 其实后面都是尸体 都已经是尸体了 然后这些尸体 你也来不及运送出去了 你现在在库斯克的街道上面 你就看到一架一个烧链车 运兵车 运兵车里面 都是尸首 都是尸首了 已经根本没办法来作战 另外来讲的话 也有一个画面出来 这画面是什么也是在路上 而且呢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是直接下车 举双手投降 因为不打算再打下去了嘛 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要怎么打下去的话 另外来讲 外国人也展示在俄罗斯境内 被俘虏的这个 2D225的突击旅的 一个战俘 这都是俄罗斯的军人 俄罗斯的军人 你要讲 双手都被捆绑了 所以这画面站出来说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你已经没有办法来打了 那你说在这个地方 库斯克 你还要靠网红部队靠车程 不可能了 所以之前来讲的话 一直以来 其实普丁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 你已经叛变过 会不会再叛变过 这些人又要再回来了 把他们从北非再全部回来 因为大概也只有他们 网德纳了 对 只有他们才有办法来继续 真的来打仗 因为现在来讲 库斯克其实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 好 我们看到之前都是乌克兰在逃亡 乌克兰在撤离他们的家园 现在你看到画片 现在是俄罗斯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片就是库斯克的人 真的一台车一台车 所有人都在跑了 因为没有想到 我们以为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打 现在竟然打到家里面来 现在来讲大家都要跑出去 那跑出去的话 他们的居民非常的神奇 他就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怎么打成这个样子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要逃 我们要怎么逃呢 他们讲说 普丁说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民的话 你可以获得补助 你看大家多神奇在那边踩紫箱 因为你知道吗 补助多少钱 补助3700块台币啊 折合他们大概1万块的卢布 折合台币 就是3700 普丁这输了 普丁知道真的打不下去了 现在库斯克的人 他真的愿意花钱撤离 而且一个人只给3700块 对 给3700你要怎么撤离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库斯克周边呢 其他的地方呢 已经在发战争财了 他们的床位或者上的旅馆 都用非常非常昂贵的价钱来出租 所以现在来讲库斯克的居民真的是火大了 昨天我们讲到 现在乌克兰的部队 地面部队已经进到了库斯克 库斯克以后 你想说那个只是在这个 作为一个所谓的袭绕 没有想到今天更重要的是 刚刚讲到 你今天是打到了利佩斯克 利佩斯克是一个俄罗斯 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还有刚刚讲的 你打到别尔哥洛德 别尔哥洛德 我们讲的 你不管要打哈尔克部 或是你要打顿巴斯地方 别尔哥洛德都是非常重要的后勤基地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充 就没有想到 现在你的空军基地 你的交通要充 都已经在乌克兰的射程范围内 对 没错 好 抱歉 事实上这个利佩斯克这个地方 利佩斯克这个地方 抱歉 那它距离边境有330公里 所以你要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去洗澡它 因为第一个时间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利佩斯克 他们目前为止 所有空军基地在那边燃烧的一个状况 你炸烂了 对 火药库发生爆炸 那甚至他们晚上的时候 这个整个夜空都响起了这个爆炸声音 那为什么这样 保歉 这个地方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空军基地 这里面有什么 有苏34 有苏25 然后苏57 还有米格29 对 在这边 这等于是非常 这个等于是简单来说 它是用来攻击乌克兰前行 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所以它现在也被人家洗脑了 而且它距离俄罗斯 莫斯科也蛮近的 所以等于是说 它打到这个地方 不只是我要打掉你的后面的空房的这个部分 我还靠近莫斯科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 当然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你看五角大厦已经 开绿灯 这是他们的五角大厦的说明书 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它说乌克兰当然可以使用海马斯 和ATA CMS的战术飞弹 或任何供应武器 攻击俄罗斯库斯克地区 在内的任何一个恶军目标嘛 可是它以前不是讲吗 我给你的武器 你千万不可以飞越俄乌边际吗 高姐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叫你冲啊啦 冲啊啦 叫你冲啊 就是这个是怎样 这个跟之前 这个俄罗斯的官方去跟伊朗说 你冲吧 给你武器你就冲吧 你要打什么打什么 现在是美国 叫你冲啊啦 往前冲就对了 所以现在显然 乌克兰应该会展开 去年没有展开的夏季大反攻 今年搞不好真的会展开 所谓的夏季的大反攻 好 那于是他们就开始 策划了一个动作 他们召集了约莫一千多人 他们就沿着这个 E38的公路开始往前推进 那目前一直 因为站在乌克兰境内 他们都OK E38公路 然后打进去了 这个苏甲这个地方 就苏甲为什么打进去 非常重要呢 因为苏甲是当地非常重要的 一个天然气的公司 天然气的 所谓吵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打进去 他们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之后 保姐 你让他们做什么动作吗 他们就开始埋伏在这附近 他们想说你们会有大量的部队来 结果没想到 他们就在埋伏的时候 把你们陆陆续续干掉 干掉之后呢 我再继续往前推进到库斯克 再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他们在中间 你知道俄罗斯不是没有准备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的碉堡 非常多的这个所谓据点 结果没想到 他们一开始 就先把你们两个据点 端掉之后 你目前为止 任何部队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呢 他们现在就变成一个 后防空虚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最近就奇怪 为什么车程部队会跑那么快 原来我在苏甲这个地方 围点打员 任何援助的部队 我全把你干掉 干掉之后 你快速往前冲 打的整个车程部队 还有这边的守卫军 完全措手不行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先把你围住 围住之后来 假装撤退 撤退之后呢 有非常多无人机过来 你要来支援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这个坦克车 把你炸掉 所以等于是他们现在 战法是获得成功 而且现在共恐怖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乌克兰的目标 是要继续往库斯克北边前进 他们要占领当地 这个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 核能发电厂 还要往前冲 对 为什么 因为核能发电厂 当地有非常多 他们传言说是可能 俄罗斯的武器都在那里面 他们现在占领这个地方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对普丁来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资源 现在普丁呢 他现在没办法 他现在要从前线 听说他要调 一万名的官兵回来 但是问题是 你要能够守得住 要好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 才看得到 所以那你已经不知道说 他们的军队能够 推进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这个在北边的战事来说 让俄罗斯真的 完全惊慌失措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就跟你讲了 之前俄罗斯的前参谋所长 格拉西莫夫 被这个普丁对的 这样讲的完全哑口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今天要证明说 我们现在已经 阻挡了乌克兰的攻势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反击 到目前的画面 他现在这个反击不讲还好 他现在把这个画面公布出来 在俄罗斯境内 反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你现在讲 这些战场在哪里 这些战场就在俄罗斯 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攻击 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部队 在俄罗斯境内 那不代表 现在乌克兰 已经深入底进了吗 没错 格拉西莫夫 虽然被普丁定 但是说 没有 我们已经把敌人都退去了 他们都已经回去了 你看我们国防部 就公布一些影片给大家看 就公布影片 他们就说 我们炸掉 你看他们炸掉 他们的这个坦克车 然后炸掉他们的这个相当的装甲武器 可是宝洁 这个位置在哪里 在苏甲镇这个地方 已经是在俄罗斯境内 打进来了 所以显现 你公布这个照片 证实他们是真的打进来了 而且你没有防住 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国土里面 哪怕俄罗斯人吓死了 你说在边境已经把他退去 没有啊 他们已经打进来了 然后他们紧接下来公布另外一个画面 就说你看 我们这个抓到了乌克兰的坦克车 一直一个一个跟我们摧毁 就没想到宝洁 他们后来解释是什么呢 因为这两样坦克车是T62的俄罗斯坦克 所以这个影片是乌克兰的影片 他们还误用了乌克兰的影片 所以显现他们这些影片 到底是真还是假都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证实一件事是 俄罗斯的官方证实一件事是 乌克兰真的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乌克兰的这个进攻 是已经有准备的 是的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 刚刚讲已经投入刚刚讲的 我不是有一千个人进去吗 我有一千个部队 然后呢每一个人 他我刚好配备一千架无人机 对 没错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讲嘛 他们一千个人 然后配备一架无人机 所以有一千架 然后还有这个四个旅 还有一个炮兵 这个协同部队一起作战 然后警戒下又有后备部队 那要因为当时的前面 前面来说 他们端掉两个据点 一个据点一个据点 都有大概约莫三个团 还有两个营左右的兵力 所以他们等于是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用优势兵力端掉一个 然后再端掉一个之后 然后再往前进这样一个方式 那当然俄罗斯只能穿那弹啊 所以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这个车臣的这个指挥官 他不是 我们不是说他们前线 有车臣指挥官吗 他说什么 我们有在前线啊 但是敌人的太奸诈 我们无能为力 也就是说他被骗了 被骗了之后无能为力 他只能往后跑 因为这个他们重要的防线 已经被突破了 所以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可能会支援 越来越多部队 既然打进去的话 那当然就越来越多部队往前进啊 所以这个前进的步伐 有可能在未来几天 还会继续往前推进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个资料 我还讲的话 我才知道无人机 现在的运用有重要 刚刚讲一千个人部队进去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一千个人派了一千个无人机 代表每个人都可以控制一架无人机 无人机进去了以后 你的战场管理 你的征收 我们讲工防收紧间 你的兼兵 你的这个所谓的征收 完全都由无人机来负责了 所以宝洁 为什么这次乌克兰能够突起那么顺利 或许他们也在实验一种新的战术 就是大量的无人机 跟大量的这个地面部队 用这样来协同作战的方式 看能怎么样来打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作战 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好好参考 另外就是格拉西莫夫 那是现在俄罗斯媒体已经开始 有人指责格拉西莫夫 在搞什么 对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之前就已经有跟你情报啊 就说好像有人在这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边境集结啊 但是格拉西莫夫 不以为意没有关系 这个小打小 不可能会怎么样 就没要去进来了 这进来的话目前怎么办 现在库斯科的民众 他们现在就开始有很多画面 你看库斯科的民众开始 你看他们的俄罗斯的兵团 被人家这个殲灭之后呢 熊熊火焰就这样派出来 对 库斯科 那还有很多民众 现在准备要离开 然后这个当地来说 很多加油站都已经挤满了人 大家都想要离开 这个战火的这个地方 就没要搞到最后 真的证实什么 乌克兰军队真的打进来 而且现在让俄罗斯最头痛的是 到底你的目标是库斯科 还是你的目标是南边的克里米亚 这个普丁大概也没办法摸清楚 好 宇雪 我们这边讲说 现在整个一千个部队 进到了库斯科 进到库斯科以后 占领了350平方公里 而且刚刚讲到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本来以为说 你只是乌东地区 你要把乌东地区 库斯科这个地方的交通要重镇 你的后勤资源 把你给去除掉 可是没有想到 今天出来的消息是 我在半夜 我半夜夜袭赫尔收 甚至原来承受压力最大 居然在克里米亚 而且克里米亚这边的 SAM-300 SAM-400的防空飞弹群 几乎都被消灭了 不止如此 他们的所谓的飞机的机队 已经有三分之二跑掉 更不用讲 这里的黑海部队 已经名存实亡 本来刚刚你把所有的战况 拆开来看 你会搞不清楚说乌克兰 他到底真正的标的是什么 到底是要往库斯科内部去深入 还是要去打克里米亚 其实这是一招 我们讲象棋里面最绝的 叫做将军抽军 将军抽军 我请问一下 打库斯科真正的目标 请问下到底是库斯科还是别的地方 不是喔 因为当他今天在22的这个机步旅呢 冲到库斯科之后 他在下一步 他可以去占领什么 他的电厂 当他占领他的电厂之后 他可以长期做一个居地 而离库斯科最近的 保德哥 被这个质押做你知道什么吗 莫斯科 对嘛 所以这才是重点 当他打到库斯科 如果他发动全面占领的话 莫斯科这边会有为之震撼 等于说普丁绝对会射射发抖 所以你仔细看 为什么那时候普丁 非常的生气甚至敲桌子 因为威胁到他本人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嘛 再来库斯科他前进的是什么 22的时候我们讲机步旅 但你以为只有22机步旅 不是 保德哥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他是整个旅情操而出 所以很多专家在看说 这个太异常了 因为你等于是把整个旅的兵力 对 重装 全部的火力 all in到库斯科的地方 不寻常嘛 你all in在这边 而且后方还有没有其他部队 有哦 包括72旅 几十八十旅 这些三个部队 都在后面带兵而动 所以昨天大家以为说 你只是袭扰破坏 你只是小打小闹 因为以乌克兰我们再来讲 你的那个人力 包括你的部队 你是不可能长期在俄罗斯战里的 结果他还是派了大量的军员进来了 对 所以这叫什么 将军 我跟谁将军 我跟普丁将军说 你要不要来顾库斯克 你如果不顾库斯克的话 我可能六百里长驱直路 就直接可以打到莫斯科郊外 所以与此同时各位 你如果只看这个的话 你会想说 难不成他们真的要写任普丁吗 当然不是 这个叫将军 那抽居是哪里 抽居就在于克里米亚 以及赫尔松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讲 克里米亚很危险了 当然 因为克里米亚你知道他有什么重点吗 以前为什么他可以维持他的铜枪铁壁 第一他有黑海间的做保物 再来他有萨姆斯白 再来他有最庞大的我们讲 高达三百架的空军 全部都未来那边 但请问一下宝典哥 现在还有 没了吗 对嘛 你各位你仔细看 克里米亚现在全面被轰炸 包括弹药户包括他的机场 我们就讲第一 他们现在也透过说 包括什么海王星飞弹 包括所有的无人机 全面轰炸 各位你仔细看那个画面 弹药户被炸的全部都是一塌糊涂 这都是克里米亚 对 这么惨 对那这时候有问题来了 以前为什么海王星飞弹打不进去 以前为什么没有办法无人机长居植物 因为以前克里米亚有非常 我们讲的优秀的空房 包括萨姆斯白系统 萨姆斯白系统 布置的很严密嘛 而且这里我才知道 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空军基地 对那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才知道乌克兰的大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他一直要派一些无人机 派一些自杀无人潜艇 前去不断的骚扰 包括贝尔贝克这次机场 都遭到轰炸 理由很简单 他就是要把你周围的 我们讲的原本的防空设备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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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卸下来 卸下来之后你防空设备也没了 然后呢你的黑海舰队 请问一下各位现在还有吗 不见了 名存实亡嘛 他本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 他的赛返港 是非常重要的黑海舰队的基地 现在糟糕那杯咧 糟糕那杯只有一个理由 如果说我待在这边是安全的 我当然会待 如果我待在这边是危险的 我当然赶快拔腿就跑嘛 因为现在他们最可怕的是什么 克里米亚因为它是一个孤岛 孤岛我们讲在战争里面的形态来讲 最好打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连外后勤补给非常薄弱 而且只有一条道路 只有一条铁路 义工难受 对所以原本他们最重要的依靠呢 就是这个赛返港的 我们讲黑海舰队 但当黑海舰队这边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防卫 当面对领空来的 这个我们讲来犯呢 他没有办法再防守的时候 克里米亚就变成了乌克兰 唾手可得之物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占领的原因嘛 难怪泽伦斯基现在志得意满讲 我要让普丁常常战争的滋味 对所以你仔细看 他不只是打克里米亚而已 他甚至我们讲了 他后方呢 我们讲俄罗斯的境内 都遭到轰击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境内 他透过去打你后方的援助 他最主要目标是什么 因为你看比如说这边 萨姆斯白先遭到轰炸 甚至是我们讲了 他们讲参考部算说 目前他整个飞机呢 已经损失了363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根本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损失 所以你知道他做什么动作吗 他直接把克里米亚这边 黑海舰队附近的空军基地 撤了三分之二的飞机 撤三分之二 对是战力保存吗 因为他原本大概260架 然后现在说说说说 说到不到90架 那当然有些是被乌克兰的 我们讲摧毁掉 但大部分是他们直接调回国内 而且他说他现在有很多的机场 一架飞机都没了 对他其中有两到三个 其中有两个机场 完全是空的了 等于说他们只集中在 我们讲可以保存的地方 法律哥你知道为什么说 他这边会完全是空的吗 我守不住我干嘛放在这边 你等下无人机来又把我炸掉 我又守不住你 我机枪又打不到你 我又没有防控设备 我不是变成 如果放在这两个机场变成什么 变成你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火把吗 变成你风暴制定的火把吗 我怎么可能摆在这边 而且我如果摆在那边 剩下可以防卫的 防卫也不强 所以大部分的都撤回去 再来有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F16 F16来了 请问下如果F16来了 第一个你空右也没了 对不对 我AM120随便就把你空中目标打掉 再来你如果停在那边 地面部队我也可以对你倾脚 所以对来讲我根本得不偿失 与其在这边跟你硬碰硬 我不如赶快让杠回家去 把我的重要的飞机先撤回去保存 而且导伯我们现在看到 接下来的画面 这个东西是非常精准 这个非常精彩是 你简直是由美国特种部队 像美国海报部队 进行夜袭 在整个漆黑的夜晚 在水面进攻赫尔松 保利哥我们讲战争的时候 最害怕什么 就是那种漆黑夜黑风高 有水鬼摸进来 突然间把你这边炸那边炸 完全搞不清楚 各位 这真的是夜黑风高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讲的 去攻击赫尔松 乌克兰的这种部队 所以你看他们是趁着夜袭的时候 而且他们去打击什么 打击你的装甲师 打击你的装甲部队 所以他不只是这样 当他潜去之后 还通过轰炸 通过无人机等方式 你知道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吗 包括我们的两机车 包括我们的NTLB 全部都造成冲 而且最可怕是什么 被炸完之后 然后吓死了 然后赶快晚上醒来 然后到底是谁炸完 不知道 摸了就走 摸了就跑 所以你要不知道 碰到水鬼了 对 这就是水鬼嘛 战争最怕的 摸到水鬼 打一千里也不知道 人在哪 而且更可怕是什么 他不只是打击赫尔松 这个地方 因为我再强调一次 他其实目标是克里米亚 但他故意借由赫尔松这种骚扰 甚至他打到哪里 这个很难编 这个是都跑到里面去了 他刻意去炸俄罗斯的境内 他们想说 没有啦 只是无人机轰炸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 我们直接看他现场那个机场 爆炸画面 哎 包学哥 无人机可以炸成这样子吗 当然不行 还训装语 他说不是嘛 所以你知道这什么吗 F16来了 F16来了 F16登场了 F16直接炸给你看 所以你想想看 你若是俄罗斯 现在多处都我们讲的 战况到处四起 焦头烂尔 所以变得是克里米亚 恐怕降手也很难守住 好 我们现在就被柯文哲 大家只吸引 可是更正关键是 乌克兰这一个礼拜 已经成果封硕 他居然已经拿下了 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甚至刚刚讲 有一个俄罗斯的指挥官 在接受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居然哭出来了 他说他碰到了乌克兰的军队 真的吓死了 他说那是一个 不同世代的战争 对 当这个乌克兰 真的打进去俄罗斯的库斯克之后 现在来讲可以说是四个字 四如破竹 已经有76个聚落 然后整个空间 已经达到了1000平方公里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去年打了一年的战果 人家一个礼拜就处理掉 处理掉之后 现在来讲的话 俄罗斯来讲的话 是不是要跟这轮司机来讨论 因为这个东西来说 恐怕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 因为库斯克在这个地方 旁边也是俄罗斯的领土 但是旁边官方已经告诉大家 赶快走吧 为什么要撤离 因为库斯克那时候 被坦克兰杀进去之后 来不及走了 很多的军民都跃身载道 但现在来讲的话 你旁边的州也叫你走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仗打不下去了 我必须要再把空间拉大 不拉大的话 恐怕马上的话 这个战争的话 就会干扰到其他的平民 所以说已经不是在库斯克了 已经从整个库斯克蔓延出去了 对 蔓延出去了 然后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库斯克里面有个重要的 一个军事要地 叫做苏甲 苏甲这个地方 已经被乌克兰的军队给占领 乌克兰军队占领之后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天然气场 对 在这个地方 苏甲这个地方 如果你再把风暴之影 开了绿灯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说我可不可以在俄罗斯的土地 发射西方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 如果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风暴之影 你不要真诚 你一般的就是100米 100公里 100英里 100英里大概是160公里 那160公里的话 那你这个范围 是不是到处都可以去打 你整个俄罗斯 已经进入到了战争的一个阴影里面了 都在射程范围内 对 都在射程范围内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 战争的一个阴影里面了 都在射程范围内 对 都在射程范围内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现在来讲 俄罗斯到底还打不打得进去 最近出现了一件事情 因为库斯克已经被乌克兰打进去 乌克兰打进去之后呢 这个记者 是他们官方媒体的记者 去做了一个State 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我们俄罗斯军队呢 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 要从这边开始反攻库斯克 他竟然在军营的外面 做了一个State 然后呢 马上 海马斯就把他打烂了 这个画面 讲完之后呢 不到一个小时 这个军营 他后面的军营被炸了 后面的军营就被炸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俄罗斯真的是一团乱啊 如果你真的要反击的话 恐怕没有办法 那么快有办法 有这个活力 所以俄乌战争出现了 微妙变化了 微妙变化 现在来讲的话 俄乌克兰来说的话 真的是势如破组啊 现在看哪里打哪里 乌克兰来讲的话 其实慢慢挺进 慢慢挺进 普丁应该是戳了一旦 所以本来以为 我是游击战 我打带跑只是袭扰破坏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已经稳住库斯科 对 现在来讲 在库斯科来讲 他已经所有的东西 已经76个聚落 这次聚落下去之后呢 以此为中心 继续的扩散 要打到更深入的 俄罗斯这个领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